上次做了髮色水果酥皮 剩下的酥皮還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來試新的 首先加無鹽牛油 放些蘋果粒 然後加糖 如果有肉桂粉可以加肉桂粉 加了會比較香 顏色會比較好看 但因為我沒有 又不想特地去買一瓶 就是為了做這個蘋果粒 所以我覺得不加應該也可以 然後關火 關火之後才加蜜糖 然後放在這裡放涼 因為非常好,可以加鹽 放在這裡放涼 然後放在這裡放涼 然後放涼 原本打算做多個普通鹽水吞拿魚 加沙律醬和黑椒的口味 但家裡沒有了 只有這一隻我平日用來做意粉的辣味吞拿魚 試試做個辣吞拿魚批 先把辣油和拿走辣椒 蘑菇 蘋果批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Bye Bye